这是我第一次在台湾过中秋节 是不是快卖完了 还有还有 还有很多 真的现场一片混乱 今天挪一腿的水 拖鞋都被挤掉了 看影片之前呢记得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这样才可以找得到哦 如果喜欢下来的影片呢 不要忘了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 喂喂喂 哈喽哈喽哈喽我是莎莎对你啊 哈喽哈喽我是莎莎 我们要去哪里呢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我们要去鹅阿流 中秋节当天烤肉前准备去买生蚝 吸吸的梦 吸吸的梦 喂你被这个哥洗脑了是吗 比如说 宝贝走我们去看船 哇好多船船你数一数 两个 四个 八个 九个 十一个 到底是几个呢 哈喽大家好我是莎莎 我现在呢在高雄的鹅阿辽漁港 鹅阿辽 漁港不仅有海鲜 还有很多美食 好大哦 这里还不错吧 对啊 有人在里喝了好多罐金牌 金牌就是下午茶啊 哦下午茶是金牌哦 好像是正三十八天啊 到夜市景点 老婆 诶 那个拼音你会念吗 柯仔聊 诶 诶 是不是注音跟那个拼音一样的 有些字其实是拼法一样的 我觉得很搞笑 就是前两天你一直说鹅仔聊 你要我搜 我就google看一下 对 结果说就是柯仔聊 啊你为什么不直接跟我说柯仔聊 要说鹅仔聊 因为我就不会这样讲啊 因为我不会台语 他说鹅仔聊 我想说我就是柯仔聊嘛 我们大家一般都不会这样念耶 好吧 对啊 都直接讲 诶 要去鹅仔聊 驾驾 对啊 OK 就是去买东西 老婆 进去里面逛啊 里面还有 真的很赞耶 诶 你是不是以为刚刚那里就是全部 对对 我刚刚以为前面就是全部了 哈哈哈 超夸张的 现在好多人耶 那你就是以为看到南天门 就以为看完整个天宫的概念 没错没错 就是这个概念 走进去走进去 你看看 好多人在买海鲜哦 超多人吧 哎呦 走不过去了 对啊 堵住了 堵住了 哇 好多海鲜哦 这是什么 咯 虾虾 这边排队呢 排队哦 攀扑前面有马的野 人太多了 咱就不适合在网上了 先带他出去买 我的天呐 那边根本水泄不同 我就想说 Hydra跟Tina就在外面 我一个人去买就好了 这太太多人了 幻灵一点进入 人并没有比较少 看来中秋节 大家都要烤海鲜来吃 终于找到了我要的生蚝 25克大概多少钱 大小喝不一定啦 大小没关系 哦好 是不是快卖完了 还有还有 还有哦 还有很多 是帮我们挑选是吗 对帮你们敲比较好的 因为那个价位不便宜哦 来倒不好的回去里面 对你们不好意思 哦好好 这要敲比较都是 比较健康的啦 好谢谢 什么时候到我呀 快到了快到了 这家是穿米圣 啊好 看这个料理的时候要打开是吗 用烤的吗 是什么样 要烤的 对你烤那手那是 你那个会张开 那就是什么的 这里的海鲜看起来都很诱人 下次再来买别的 我买到了 真的 现场一片混乱 今天挪一腿的水 拖鞋都被挤掉了 好多人 我最讨厌这种感觉 弄到水 没有办法 想吃生蚝 我买了 这里大概三十颗 四把 哦 不算贵 这个 他都告诉我料理方法 他说不要洗得太干净 洗得太干净会打不开 哦 对 好好笑 用水冲一下 然后烤的时候 它的壳会张开 张开代表它熟了 是 对 熟的时候我再加酱进去 这样 就可以吃了 对 我试试看 湖南的那个烤生蚝的料理方式 看家人会不会喜欢 好 等一下 应该不喜欢也会假装说喜欢 哈哈哈 不会啦 家人很实诚的好不好 哈哈哈 等一下料理方法 我会在影片里面跟大家介绍 等着看我的制作过程 好了 那我们差不多撤了啦 里面太挤了 太多人了 比汉神巨蛋还多 那多太多了好吗 根本就走不了啊 每个人排队在买海鲜耶 那边卖榴莲 那边榴莲很便宜 比水谷店的便宜很多 下次我想吃我就来这里买 好啊 女儿已经好累累了 买着我们的生蚝回家咯 在这个人潮说拜拜 拜拜 宝宝船开走了耶 跟船拜拜 你知道他去哪吗 他去哪 卖不够了 哦要去献补了 哈哈哈 赶快去献捞一下 祝福他收获满满的回来 没错没错 这个鱼感还蛮漂亮的 哇老公这里好多垃圾呀 对啊 大家还是要改善一下这个 对我看到便当盒 还有饮料杯 鱼如果生活在垃圾里面 那我们吃到的鱼也会有垃圾 对不对这个概念 那里还有鱼耶 那里有鱼啊 啊 挂了它 还没有长到可以卖的年纪 就自己挂了 算不算一种解脱 大家一定不要随处乱扔垃圾哦 哇 这是我第一次在台湾过中秋节 大家眼前所看到的呢 就是我们这一次的中秋烤肉 地点呢 是在阿嬷家的巷子里 特别的好玩 特别的温馨 我们从鹅阿寮鱼港回来 就已经六点半左右了 回到阿嬷家 发现家人已经把烤肉夹架好了 已经开烤了 我们一来呢 就可以洗洗手准备吃了 真的是太幸福了 好香啊 看看家人们都准备了什么食材 哇 好多手摇饮 还有饮料 啤酒 还有棉花糖 等等我也来烤烤看 第一次烤这个棉花糖 哇 一大把吐司 这个鱼我最开始以为是冰块 结果是盐 它就这样直接烤 烤完之后呢 把那个皮剥掉就可以吃了 里面塞的那种葱和调料 这一次就好像上次控头油一样 大人在忙 然后小朋友在旁边嬉戏 像我们这种不大不小的 就是偶尔帮帮忙 大部分时间都在吃 哦忘了 还要顾小孩啦 不过像我女儿的话 她只要有姐姐在 有其他的小朋友陪着一起玩 她基本上都不怎么找我 自己玩的不亦乐乎 请问谁还要吃吐司夹肉肉 是不是到妈以后 就喜欢看着自己的孩子大口吃饭 好疗愈哦 都说每逢佳节被私情 确实是有点像我的娘家人 但是除此之外呢 真的是每逢佳节胖三斤 这已经是我这一个月的第三次烤肉了 我真的感觉把这辈子的烤肉都吃了 就之前没有这么频繁的烤过肉 我不会告诉你们烤了这一团 我还有两团要烤呢 反正这一个月我已经放弃减肥了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放弃 说到这个烤肉哈 让我想到最开始 刚Hydra在一起的时候 过的第一个中秋节 她拉着我就往那个烤肉店跑 就是那个时候还在上海嘛 我就想说你是不是想吃烤肉 你就直说嘛 为什么要说中秋节 一定要烤肉这个这个借口呢 对不对 我当时就以为她只是想吃烤肉 但是我没想到 原来台湾的习俗是中秋节 就是要烤肉的呀 这辣椒超香的 这样就闻到那个味道 对啊 好了好了 另外一个就比较好吃 好吧 粘起来 不然会辣到你的BB 好辣辣的哦 再多倒一点 这个很畅销的 很畅销的 很畅销的 因为我们人也多了 对吧 多到一点 差不多了 好了 差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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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舍不得哦 不是 我想说吃 吃完再倒就好了 有人呢 也好奇我们老家中秋节是怎么过的 像我们老家的话 感觉就还好 就是吃月饼和柚子 就希望大家都团团圆圆的 就这样 也没有去特别的烤肉什么的 就是好好的大家围在一起吃一顿饭 第一次在台湾过中秋节 就感觉像我们老家的过年一样 因为除了烤肉以外 还会放仙女棒啊 烟火呀 就是那种过年的氛围就来了 知道吗 因为我们过年就是这样过的 但是过年也不会烤肉了 在我小时候 每次过年最期待的一件事情 就是放烟火 跟小朋友们一起 就是放仙女棒啊 放那种冲天泡啊 真的开心的不得了 现在看来小朋友都是差不多的 接下来我要大战身手了 我要尝试一下 我们老家湖南的烤生蚝的做法 我也是第一次尝试 不知道会不会成功 那第一步呢就是调汁 调酱料 那酱料我用的是大蒜还有辣椒 还有葱花 酱油 还有胡椒盐 对 我们呢先把这个大蒜切成蒜末 然后接着再切辣椒 我准备的是这个小米辣 非常辣的 你们如果就是没那么吃辣 就可以用那种青椒 也是有那个青椒的香味 也是蛮推荐的 切好之后呢就分成两个碗装 一份辣的一份不辣的 接下来呢就是加一点酱油 看自己的口味呢 那我们湖南的口味会比较重一点 所以我就加稍微加多了一点 最后呢我还加了一点油 少许就好 当然呢也可以不加 加一点胡椒盐之后 最后搅拌搅拌 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看起来是不是很重口 我也觉得好重口 来台湾之后呢我都很少吃这么重口的酱料了 但是我们湖南都是这样吃的 因为生蚝我已经洗好了嘛 所以准备工作呢已经ok咯 这个是我刚洗好的生蚝 家人们还在烤 烤角白笋 这角白笋超甜的 第一次看到还有烤棉花糖的耶 我迫不及待的试了一下 因为我是第一次烤嘛 所以我不知道怎么烤 我就请教了一下舅妈 舅妈她教我说 就是要放在火比较旺的地方 然后要快速的一直转转转 这样才不会烧掉 把表面烤得焦黄焦黄 有那种焦糖的香味 这样就差不多可以了 黄色焦黄焦黄的 好好吃哦 里面是个流蹄 拿进去给女儿吃啊 我要吃啊 这是给自己生了个情敌 什么都想着女儿 哈哈到我上场了 我要来烤生蚝了 家人们已经帮我把这个位置 捡开了 是我的赞场 哎说实话我的内心还是挺忐忑的 因为是第一次料理这个生蚝 在我们湖南老家吃生蚝的方式 比较常见的就是烤生蚝 可以再像这样炭火烤 也可以再烤香烤啊 也可以用来蒸 用炭火烤的话就是蒜蓉生蚝 就是放大蒜跟辣椒就跟我的做法差不多 但是在我们那边大蒜会放很多很多 这样可以去腥味 然后我烤着烤着发现就是 虽然有些它熟了 它确实可以张开了 但是我要怎么把这个酱放进去呀 我没办法把这个酱输入进去呀 然后呢我就想了个方法 就是用夹子把上面的壳给它掰开 但是我试了一下真的 好难掰呀 要很大的力气才行 看我掰不开家人就过来帮忙了 果然还是他们厉害 一下就掰开了 但是掰开就尴尬了 因为它那个肉粘在上面的壳 粘在上面的壳 我就没办法夹酱了 所以就把它撕下来 放在这个下面的壳 下面壳里面有汤汁 然后把它酱加进去之后呢 再烤一会儿 让那个味道更加入一点 这样就会很好吃很好吃 虽然有点重口味 这就是成品呢 有辣的有不辣的 闻到香味了再一次 真的还蛮好吃的 但是对于不吃辣的人来说 会觉得非常的重口味哟 还蛮像湖南的那个味道的 就是少了一点大蒜 要是更多大蒜会更加香一点 说实话这个烤生蚝的初体验还不错 得到了家人的好评也是蛮开心的 我们就这样一边吃一边玩到晚上的11点多 直到我们每个人都吃不下了才结束 嘿嘿 虽然烤肉结束了 但是喝酒托并没有结束哦 这支酒呢 是我们从大陆带过来的 它是一支酱香型白酒 很香很香 家人们都很喜欢 我和Hydra也很开心 小朋友 不要谢谢你哦 好 小怪今天你都没有给焦焦吃哦 这我马上就喂你的